中共擴張武力動作頻頻 在人大會議上 更公布今年國防預算 為一兆六千六百五十五億人民幣 相當臺幣七點三二兆 增幅達到百分之七點二 創下五年來新高 我國國安人士就認為 中國投注遠超過國土防衛 需求的軍事資源片面升高 區域見風險 對方他有別的動作的時候 那我方也必須要有不同的動作來因應 所以我想這個調升到八天七 也就是我們在很多的科目上面 那要加強 不予對岸做軍備競賽 但提升我國戰力刻不容緩 畢竟就連日方也坦言 中國軍費增加 日本該與盟友來合作應對 不過臺海情勢升溫 日本防衛廳官房長日前也說 希望外界不要輕易做出 日本將介入臺海衝突的假設 邱國正也強調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這是絕對不會改變 面對中共無力霸權 我國家強戰力 料敵從寬 欲敵從嚴 三順 張宇晨 宇晨 台北蔡芳博